嗨,小宗車館又來了 那今天的話,今天不講車 我們今天講一下 一般上班族啊,還有我們這種 時常要開車的人 必備的,也不是啊,不是必備 必須,就是小宗本身 每天是固定會需要一輩卡車的 那我們平常 能夠選擇的就是 Seven啊,或是全家的便利商店 比較好取得吧 那今天這個的話,它就是 綠掛式的,綠掛式就是 掛在馬咖啡上,沖水 有水就可以喝了,那它是 可以喝得到比較好的豆子 對,我也不知道,我們喝過 那它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介紹,它 就叫一鐵咖啡 一鐵咖啡 那它這是綜合風味的 我們先打開看一下 裡面有幾種口味 一鐵咖啡 這包裝紙盒都還蠻不錯的喔 來 值得不調 它裡面的話有分 看一下喔 這樣幾種?八種 八種風味 一個顏色一種 對,一個顏色一種 它下面這些數字就是 它這個豆子的代號 那一鐵咖啡我那時候 研究了一下 稍微研究一下 它很特別的是 它不跟你講什麼 很專業的術語啊 或者是說你要用幾度的水去沖啊 沒有 它就是便利性 然後一切都很精簡 就比如說 簡單講一下啦 就你沒有它的說明 比如說120 120就是橘色 對應的這邊 120 它主要在講的就是喔 它有 哥倫比亞的烤堅果香氣 然後 喝起來還會有一點 巴西太妃糖 跟焦糖香 它就這樣子告訴你它的風味 所以 你可以在咖啡裡面 找到你喜歡的味道 那之後就可以去挑說 你喜歡的口味去買就好了 所以第一次我就 買了綜合的 買了綜合的這樣子 OK 那這邊的話 稍微說明 可以靜拍一下 就是 它就會講說 它喝起來是怎麼樣 就比如說 它的甜味比較高 或是說 酸度比較高 然後它的 厚味啊 香氣等等的 那那些就有點 偏向你專業的 因為畢竟 小鐘就是 我只是 需要喝咖啡 但我不是專業 喝咖啡這樣子 我們現在要選一個送行 讓我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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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先把他 open 它會不會是上面撕開 我們才可以沖水 然後兩邊它很多 所以它掛上來 對 因為我們就是夜宜喝咖啡 我們是上班的時候 馬上準備好 對 然後包裝撕開 掛好 我們就來沖水 你會覺得說 它的豆腸比較好 或者是說 比較順啊 因為超商的 一般大家應該對 就所謂黑咖啡 什麼都不加 無奶 無糖 你會喝起來 大家會覺得 可能一般人 會比較排斥 會覺得很像 在喝苦茶什麼 這就完全不會 它就很順 順順的就進入口 主要就是 他們是在搭配咖啡豆 就是用不同的咖啡豆 讓你喝到 不一樣的咖啡風味 所以說 你如果覺得 每天在便宜商店 喝到的美食 很單調的話 我是覺得 在你的辦公室 可以放個 一個系列這樣子 然後可以同邊 他的心情 喝一下不一樣的味道 可以嘗試看看